女幼师惊讶地发现 一向淘气的男孩正死死将女孩暗挡在地 把手强行地伸向女孩的胸部从而扮演医生的角色 表面上看只不过是幼儿之间的玩耍 实际上女老师却似乎看出了不对 她立即上去制止小男孩 大声质问她为什么要给女同学做这种事情 却没想到小男孩去说出 小男孩嚣张的气焰顿时让女老师联想到了什么 她一把掐住小男孩的脖子 任凭小男孩如何呼救 女老师丝毫没有想放过男孩的意思 出于本能的求救小男孩拼命捶打的女老师 突然一旁被侵犯的小雅上前拿起男孩的小手 随即狠狠地咬了下去 男孩震耳欲聋地尖叫声 顺势让女老师清醒过来 女老师之所以会如此激动 完全是因为前几天 她发现男孩在操场上骑在小雅的背上 做一些小雅不愿意做的事情 为了了解真相 女老师便趁园长不再偷偷来到监控室 可当她看见视频里的画面惊讶万分 视频中小男孩不仅将手摸向小雅的脸部 甚至还伸向了小雅的胸部 直到最后骑在小雅的背上 女老师无法相信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会干出如此龌龊之事 她本想向幼儿园园长反应情况 可当看见园长时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然而就是她的这次退缩 让小男孩有了更加过分的行为 就在转天放学时间 女老师发现小男孩在柜子前鬼鬼祟祟 她怀疑柜子里一定有人 打开一看 果然小雅蜷缩在柜子内 女老师温柔地将小雅抱出来 小雅也礼貌地以亲吻感谢老师 但让女老师吃惊的是在亲吻 是小雅居然伸出舌头 这本不是这个年龄孩子所能做出的行为 她立马意识到这一定与小男孩脱不了关系 从这以后 女老师无时无刻地观察小男孩的一举一动 直到今天女老师的亲眼所见 外家男孩不知悔改的模样 瞬间让女老师失去了理智 女同事抱走男孩后 随手递上一张心理咨询师的名片 劝她去看看医生 并且还承诺会将此事隐瞒下去 可没想到转天警察还是来到幼儿园来调查情况 介于家长和警察的施压 虽然园长了解了来龙去脉 明知老师是出有因但还是辞退了他 女老师虽很不理解 但此刻也没有办法 就在离开的前一晚 内的男孩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来到女老师的面前 看着导致自己失去工作的罪魁祸首 女老师也只是让他承诺不要再欺负女同学 但男孩却冷冷地说了一句 男孩一次次的不知悔改 女老师心中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只见她缓缓地走到小男孩身后 就当她要动手时 却无意间发现走廊尽头的小雅 她似乎明白此事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突然男孩一个转身差点跌下楼梯 女老师却下意识地扶住了她 她才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伤害孩子的事情 本以为楼梯的这件事就此结束 没想到危机才刚刚开始 由于小雅爸爸工作繁忙 似乎都会深夜前来幼儿园接海 然而当小雅爸爸刚走到楼梯时 小雅就模仿女老师的梦 将爸爸推下楼梯重重地摔在地上 看着昏迷不响的爸爸 小雅却伸出了舌头 女老师很是疑惑 小雅便告知 每次犯错误的时候 爸爸都会向她做出同样的动作 女老师这才恍然大悟 是自己的偏执误会了小男孩 才会产生一系列的事情 并且自己错误的做法 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 意识到自己没有资格再做老师 她带着惭愧和那重重的巷子 连夜逃离了这座城市 就在她不知何去何从时 本片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